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新闻联播 今天是佛誕日的保证 祝大家佛誕法律、母亲節法律等等 那我们... 关于佛誕那里,有人跟我说过一个好笑的事 他说,为什么基督教有得放,佛教有得放,道教没得放 他说,会教没得放呢? 好像法定假期有上限 为什么呢? 但一天全部不放,一天全部不放,四大宗教 现在香港有六大宗教有很多 哪里有六大宗教? 孔教也有 孔教不放? 是的,孔教啦 孔教,伊斯雅仁教,佛教,新教 其实如果是新教,那天主教有多少教? 你当是一个教,不是耶教 耶教,至少这些都是什么 要是大家一起放一家,不用放一家 耶教也还有圣诞像负责 圣诞节放两天这么多,负责放两天这么多 抽签来比道教,孔教,伊斯雅仁教都可以吧 应该争取中了,相关人士都已经 是的,一人一教是什么呢? 如果共产党是宗教,我也可以相信 都要放多一天 是的,七日已经放假了 七日不是共产党,对不起 他是中共建党的嘛 虽然他的纪念是 是的,没错 而且勞动节也应该有些关系的 是的 好,那我们就讲了我们要文 第一单当然是我们第六届的行政长官选举 就顺利结束,也都胜利结束 李家超先生就以1416票高票当选 支持率超过99% 不信任票就8票 有4票就有问题 但是选举事务署就说 那几多票就不是 应该都是计支持的 只不过是他不符合一些规程 而他支持率最高的力量 那情况是 那不是叫不信任,是吧 叫不支持 支持上不支持 OK OK 是 不信任其他事情 OK 是 是 我很记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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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之前大概 1980多年 1970多年 有一个选举在中东 哦 那那个总统候选人呢 就拿了 99.99的选票 就是绝大多数的选票 嗯 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 就是总统先生 那你还想怎样呢? What do you want? 就是 就是 你已经得到了 那么多 的 绝大部分的选票 嗯 只是得 那么少人反对你 嗯 嗯 那他说 I want the names 呵呵呵 呵呵 这当然是一个翻译 是 这本书是来自 Thomas Friedman 我认为他写得最好 那本书叫做 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港 我认为 那本书是 他所说的 那些书 什么 Nexus and the olive tree 或者 The world is flat 那些很浅浅的 一个记者 一个记者级数的经济学 那些是非常低能的 但是 那个 就是 虽然很长笑 但是 其实 那本书是被捧出来 那本书是成名作 因为他是做记者 做那本书是出身的 那本书是寫得很好看的 所以我非常推荐的 那就是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好 我想大家 不是介意他得到多少票 大家很想得到 不知道那些票是谁 I want their names 就是这样 好 而呢 在那个选举 即他有个当选宣言 也有一些 口误发生了 广为这些网民 也有传播 第一个就是 他的原句就是 祝各位母亲 聖丹快乐 他摇一摇头 就说 母亲节快乐 第二就是 他有说 他应该是想说 香港这个家 但是不知为什么 这个中间有个国字 但是他当时 因为他这样听 他应该是 他不是用 就是国字的音 因为如果冷音的话 是很紧的 有几个字 就是国家 姓郭那个国 或者是一个一个 那个 有些人说 有港独 香港这个国家 那当然 口误这件事 大家都有 就是很容易 我都说过 香港这个国家 就是很容易 会说到出来的 但是 就是 如果说口误 大家发生在这个情况 就是第一 第一 在我们随便胡说 做这个节目 发生口误 和一个在这么正式的场合 发生口误 是完全两回事的 因为这个是属于正式人 就是 拜登就算 虽然印度人痴癌 但是问题就是 他 都是一些很 就是虽然很荒谬 但是不是总统就职 那些很严重的 场合 来口误 都是一些 很casual的正式场合 就是说 他每天都要出席 那些正式场合 那些的情况 发生口误 而且 李家超来说 他口误的 频率 还未提高 他口误的频率 是高过拜登 包括之前说 玩乐器很厉害 是的 是的 就是他口误的频率 我觉得 因为他这么短时间 在这么短时间 发生这么多口误 的确是挺寒有的 嗯 是的 我希望他 深切检讨 就是 会改善这个状况 畢竟以前 他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是以前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年纪大了 还是什么问题 因为之前我看过一个非常黄的黄丝 是 说的英文的批评 嗯 我很记得他说了几个高官 李家超又不知道 又不知道是谁 郑若华 李家超是二十分又十六分 说过英文 OK 就是 在那个年代 大概五年前 就是郑若华 就是郑若华都做了正式市长 就是几年前 郑若华就 因为他说 有些东西他不是说得太多 所以他就不知道 他就是 他就是 他的标准是十分 因为有些 有些拼不到分 他说十分之中 就是郑若华拿了十分 李家超就是二十分之中 拿了十六分 另外那个不知道什么鬼 是秘书长 不过是常秘之类 就是二十分拿了十分 即是李家超肯定贏 他肯定贏的 他那个黄丝 对于李家超当时的时候 那时候做保安局局长 他的评价不低 是 所以 在他发生 2019年之前的事 那时候 所有口不是那么多 2019年之后很明显 可能比较报道多了 口不是那么多 是 那我一来报道多了 二来是 因为他 我自己觉得他参选特首 都比较放的 即是他比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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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做过中查组首席顾问的刘兆佳 就说李家超是没有文月期的 上任就有很多问题要处理了 特别是控制疫情 解决经济民生等等 另外 还有一个政治学者 就是 CornuSpace的常务副院长 劳兆卿 他说估计 李家超上任后 会优先处理和内部局部通关 特别是他觉得 在七一香港回归 早过二五周年慶典上 中央有机会 是允许本港 是先和广东和澳门通关的 如果说广东和澳门通关 就是和全国通关 因为广东和澳门的人 会到处走 你记不记得 那个人在澳门 在香港走上去 走上去 一个人传播了几百个人 那个超级传播者 但是我不知道 什么叫密月期 其实都 我想好像林郑上任 不久也有 不是 我告诉你 我没有 第一个密月期 我当然知道 新郎和新娘的密月期 究竟是怎么样 对不对 你和你的女朋友 也有密月期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些密月期 新娘的时候 当然 现在的密月期 是在刚刚拍拖的时候 我问 我问那些朋友 你们洞房花烛夜 结婚的时候 第一晚通常是做些什么 是 那你会做些什么 洞房 是的 你只是玩什么色 洞了很多年 呃 可能拍了七年拖 或者十四年拖 难道试些新东西 你明明太乱口了 是 没错 我真的很乱口 我告诉你 是 一百个有九十九个 告诉我 是 数钱 数礼金 是 对不对 拆开别人 对一对礼金 到底是什么 只有一个 不是 是 为什么呢 他处男处女结婚 那是因为 他在酒席的时候 已经数了 数了一部分 来买单 就是 那个酒席 已经数了 立即要拿来买单 拆了礼金 来买单 所以呢 就是 密月期 这个就是 一个结婚的状况 但是问题就是 他这个密月期的意思 因为有两个意思的 所以我不知道 劉志在说什么 就是 所有人上任的时候 都有一大多个急切问题 处理的 对不对 有哪个人上任的时候 林郑月娥 梁振英 或者是 习近平 莫熙来 拜登 有哪个人上来 上来不用做事 上来玩一会 先 谁是这样的 你说什么 所谓的密月期 你知道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 所谓的密月期 的意思是 民意的密月期 就是上任 刚刚起的时候 刚刚选到 大家对他有期望 那个人可能只有 五十多个%民望 刚刚变 三十多个%民望 就是梁振英 三十多个%民望 然后选到 因为很多人不投票 或者很多人不投票 甚至美国总统都未必一定是很高的 民望选到 因为他只要 设计其他人 就可以了 但当你刚刚选到之后 那个民望也有飙升 香港的行政长官上任以来 每一个在刚刚上任的那一刻 都是民望极高的 最低的都是梁振英的 但是我相信梁振英的民望 会高过李家超 虽然李家超 是99%当选 是 但是没有人敢做这个民意调查 是 所以他的密月期 是说一个民意密月期 因为他始终 大家明白 在什么情况之下 他当选 所以他立刻就要做事 就是说 人民是不会对他有很大的满意度 所以他立刻就要处理 即是说 工作上的密月期是没有的 OK 但民意上的密月期是有的 是 现在他说的事情是民意上的密月期 明白 所以不需要处理一大堆问题 而是 大家是不会容忍到他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当然 他总之有千堂万岁要处理 是 那就期待了 我想最关注的是 组班问题 自然也传出了一些人名 看看他什么时候 就会开始 陆续公布的消息 情况就是这样 那些人名 因为那时候 市师傅也是估计那些人名 但是那些人名 当然是 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当然知道是完全错误的 他人名有三个可能性 首先是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真的传出来 第二个就是别人估计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 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 他那些人名 是未经过中央審批的 所以中央通常都会禁止一些 什么一些 所以那些人名不是一个情况 除非全部都过关 问题就是中央的态度是如何 如果中央是 暂时来说 我好像没有见过中央是 听回来 是全部特首拿上去的 是全部都过关的 好像不知道董建华时代有没有 董建华时代有没有 但是很多都是过不了关的 如果今次是 因为大家现在全部都爱过来说 但是很多都是民建联的 究竟中央的取向是如何 那这个是 决定了究竟他那些 现在我们想的那些情况是如何 那因为呢 决定了中央对香港的政策 因为呢 有人跟我说 他说立法会得到的一个指示 就是 准备倒选 不是 得到的一个指示 就是 大家原来的委员会不变 那些委员会委员会 以前是任加入的 现在是不变 就是他想一切维持不变 那如果原来的委员会 维持不变的话 那些委员会职位 即是新的才能选择 那如果中央这样都去干预的话呢 那我相信 即是连立法会议员 入些什么委员 那就是中央 或者中联办 都干预的话呢 究竟他 李家超会有几大的 discretionary power 去 決定自己的 那个 班底 是要视乎中央的态度 是的 如果是上一届的话 那我听过就是说 就是三个司长 其实只可以选一个 就是那个特首 他只可以推荐一个人 即是他可以推荐三个 但通常只有一个 那跟着局长那些 你看上一届 有哪些是公务员出身 再做 大家都猜到 究竟有些什么 是他可以控制得到 或者多少人数 我相信也会以北边也万变 现在有一部分可以留任 至少 好 看完香港消息之后 我们看看这个国际新闻 今天就是5月9日 就是俄罗斯 慶祝这个 维国战争 勝利日的一个很大的活动 昨天在俄罗斯当地时间 普京就发表了一些信息 向他乌克兰 和多个前苏联的加盟国 就是他说到 就好像1945年那样 勝利是属于我们的 而今天他说 即是5月9日 我们的士兵 就和他们的祖先一样 就为祖国在纳粹的 这个 即是乌朱拉泰 解放出来 并肩作战 他也指出 他们有共同的责任 防止不同的国家 是不要受到 这个纳粹主义的毒害 现在他就觉得 是纳粹主义的抬头 所以呢 他就是要打败这个 纳粹主义 打败这个乌克兰 即现在当局 嗯 情况是这样 嗯 第一就是如果是1945年 最少要打四年 而且打得很惨 现在这样说出来 那还有 对于这一件事 我们要看了 今天 今天是5月9日 嗯 今天他到了最后 他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才能够做到评论 现在我们是未能够做到评论的 因为要看他实际上 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那些人说他有极大的事情 他说 但问题就是 我相信是 现在打下去的话 呃 乌克兰是未打的 其实 其实 那些人在评论 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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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都不去总决战 但普京是不会总决战的 放心 是乌克兰才会总决战的 因为普京又不是打去北基乎 他现在怎么总决战呢 他只是拿了那些地 但是现在 真正是要 要发动总决战的 就是说 如果乌克兰的兵 远在他方 普京怎么打呢 嗯 是吧 是乌克兰拿一把被抢夺 抢夺了地 对不对 他不是要占领乌克兰全境 所以普京是没有能力发动总决战的 现在只有乌克兰才是 扎伦斯基才能发动总决战的 一些人常常想不通这个问题 普京怎么打呢 这些兵分散在其他地方怎么打呢 除非我占领乌克兰全境 但是问题是乌克兰要拿回地 所以乌克兰就要和普京发动总决战了 那 但是因为兵器 那些武器就运回到乌克兰 但是那些是美式 法式 甚至德国 德国可能有少少的武器 不是英国 我不知道英国是否 是的 好像没有 接着之后 要学会怎么用 是 那你怎么都要花一两个月 所以现在是在学乌克兰 而且要做一些去卖 那些 那些 主要是美国 所以他们现在是一个无级期 所以暂时来说 这个时间 他是不可以 5月9日 你就不可以做这些事情了 那问题就是 他没有发动全国动员 或者之类的东西 那就要等他 什么才知道 是的 那也没打碰阿束盈 不过 或者他可能做了一些宣传 拿一些俘虜出来 找他这件 哪个哪个哪个 但是拜登的儿子 应该是不会的 传说中 因为拜登的儿子是垢头垢头的 而拜登的儿子是垢头垢头的 而拜登有两个儿子 另一个儿子挂了 所以不是另一个儿子 而且他们说 阿束盈那里已经是 撤走那些人 人的了 即是那些军人 还在那里 那些平民就走了 是的 他现在还有一些平民 因为他用了一些平民 放了一些平民 去换取食物 即是直接是俘虜 直接是很无耻的一样东西 即是烏克兰 但是问题就是 再说纳粹主义 究竟什么叫纳粹主义 纳粹主义 基本上就是一样 暖粹的东西 是 因为 第一就是 纳粹主义 当然是 如果你说是反CIF 或者 至少他没有Anti-Semitism 即是没有反 他不是 其实Anti-Semitism 不是反右 是反蝙族 因为Anti-Semitism 包括 反 巴克斯坦 那些 都反 那些 都反 那些 都反 那些 那些 都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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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纳粹才是今天的主流 基本上 如果你从宏观来说 现在俄罗斯也是用纳粹主义 美国也是纳粹主义 只不过你不是去到希特拉那样极端 所以 如果你是说纳粹主义 那种纳粹主义 当然不是 如果你说纳粹主义 是 是 国家社会主义 即是说 国家漸漸 控制了 大企业 还有 国家是 民族主义抬头 觉得其他那些民族是不行的 那这些 我觉得是 包括 佔佔 纳粹才是未来大方向率 如果你发现 只不过是一个 轻微的纳粹 只不过不屠杀 劣等民族的纳粹 那当然 习伦司机就有屠杀 相对来说 习伦司机是比较迫害得 比较失利 一些 但是国家社会主义 和纳粹主义 包括印度 印度 有何尝 不是 印度去迫害 伊士兰教 哪里加剧了 纳粹主义 所以他说纳粹主义 我觉得现在 甚至是 俄罗斯 都有一定纳粹主义 因为民族主义 和国家社会主义 就是纳粹主义 因为民族主义 所以我不觉得普京 这个定义 是不清楚 是 同一时间 在乌克兰方面 加拿大的总理 杜鲁多 突然到访乌克兰 他们做了一些活动 第一 就是加拿大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 三轮的军事援助 包括航拍机 小型武器 弹药等等 另一方面 他们也重开了 驻基辅的大使馆 有个星期二式 他们也去基辅外围 曾经爆发激战的一个小镇 视察 杜鲁多说 加拿大会向四十个俄罗斯的人 以及五个实体 实施新的制裁 和普京为这个战争 最恨负责 第一 就是加拿大 是美国的富翁国 第二 就是现在去普京 现在去基辅打卡 已经是一个潮流 就是基辅打卡 但占占地 我很怀疑 在基辅打卡 毫无疑问 是哄到老闆 就是美国的欢心 但是它几乎打卡 能不能够漸漸地 能不能够去 至少挨勾来说 能不能够对国内的 对国内的经济 有一定的 对国内的民意 有一定的提升 我是很怀疑的 现在真正在西方 所有问题 真正就是 问题已经不是在乌克兰那里 尤其是在远在他方的加拿大 尤其是在远在他方的加拿大 问题就是 This is the economy 真正的问题就是 通胀滞脏 这些问题 对于人民 未来是关心一点 如果你再搞乌克兰那些 未免是失责 乌克兰 乌克兰在 漸漸在这件事会淡化 会淡化的 就算一直打下去 最多打机场 大家会留意一点 漸漸会淡化 在我心目中有什么重要的 在我心目中 在我心目中 也是 通常意气用事 只是一轮 很短时间 只能穿到最多的 因为G7的集团国 宣布 剪掉了CD油 智能源 那些 那些 究竟在他们国内 有些国家就好些 有储备或自己有些生产 但有些国家 如果他们依赖这些输入的话 加拿大就有生产 加拿大可能是 本身就是 他上转攻美国 本身就是 他非常有特役 但问题相对来说 我想是世界世界的滞脏 加拿大也是 脱离不到 他和美国太接近 另外我们看看 韩国的一些 疫情消息 他在过去 一天生产了 4万多宗的 新生病例 也有多了几十人 就过身了 现在他们 在4月宣布 与病毒共存 5月 不用室外 戴口罩 过去这4-5天 他的病例 新增病例 已降到每日3万宗 连续16日 保持在低于10万宗的水平 但是韩国 如果4万宗 仍是一个很多 你不应该 你不应该 要别人戴口罩 本身这件事 非常愚蠢 因为戴口罩 对你来说 没有吃底 你没有吃底 要戴口罩 你说 不是啊 你现在限聚令 或者所有事情 影响到 经济发展 那 你就不要限聚 或者什么 就是要病毒共存 但是戴不戴口罩 这件事 是很简单的 为什么你要戴口罩 韩国 又不像美国 很討厭戴口罩 出来暴动 那些 为什么你要戴口罩 就是魔狼得这么紧 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 真的不知道 对不对 你戴口罩很少事 叫人戴口罩 自己不用死了 自己在家里不戴 难道有钱 我告诉你 我就很少戴口罩 因为在车里 在户内 吃饭 我戴口罩 我每天戴口罩的时间 很少 喂 难道我引起到你吗 就是出街上升降機 或者之类 你戴 所以我不觉得搞什么 你就算那天你遇到 共存J 这么说 我没有 感冒肆药 你出街都戴口罩 是不是啊 是 是 通街 不是啊 你身边的人全部都感冒 很多人感冒 那你戴口罩出街吧 是 是不是 对不对 不要说什么 只是说感冒 很多人感冒 你戴口罩 你都戴的嘛 这些是与病毒共存的嘛 你说什么 所以整班人都在韩国 都是魔狼 很重要 但是我相信 现在 因为死亡数少 美国都是单位数字类 我相信 我相信 真正的数字就是重症 重症 重症 和流程 对于医疗的 医疗体系的负担 那些更重要 现在死亡数 其实已经是控制力 真正关心的就是 或者是核胃症 和核胃症 核胃症作为长期平满 这些数字 我认为是 虽然是delta复甦 但问题暂时未见到 好 那我们今天要闻的时间 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